常常能出的书,一向是好书 听力授业 很多人呢,成绩考不好 那就是在听力部分,有很大的问题 而多余考试呢,它涵盖四个人的发音 第一个呢,是美式的音 比如说,John is a very good student 那我们这边的发音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有外式的播音团体 那碰到加拿大人说 加拿大人在英文的部分,发 out 的音 像 about 它会念 about 其实加拿大人跟美式的发音 几乎是一模一样 另外英文,我们一定会用到英式的发音 About this question, I'm go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如果是澳洲人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 die mind? 所以我们很注重在发音的时候呢 这些人一定要到位 跟真体是一模一样 这些提供量呢 会让大家呢,不但地做复习 总而言之 按照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词试 以及我们的详解内容 你看,我们连这些所谓 都有包括单词详解 在你学听力的时候 同时也增进你的词汇量 让你在听力的部分呢 百分百完全吸收 奠定你扎实的听力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